海思07EV比亚迪E平台三连迪EOR的首款车型 海思IP下的首款车型 它的垂涝弹上续航是610公里 广州到南澳岛 全程将近500公里 把电跑光以后 还要看它充电到底有多快 在正式出发前 咱们需要把它的电量使用加充装补到100% 让它满电出发 清空小镜底下 咱们就开始本次的出游计划了 之所以选择南澳岛 我是有私心在的 对吧 作为一个贵州 对于海边那简直是私心池是什么 还有个目的就是给大家检验一下 就海思07EV610公里的续航 能否满足我们一次周边出游的需求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海思07EV这次测试是综合性的 从广州到南澳岛 我们是有城区 快速路 国道 还有高速 前半段 我们基本就是快速路这些占比 大概在60%左右 后半段直接高速到达南澳岛 除此之外 如果还有电 咱们就在南澳岛把它跑光 直到它光电为止 南澳岛是广东唯一的海岛线 北回归线横穿而过 全岛有着20多座灯塔 那更是亮丽风景 68公里的沿海公路 风景绝美 还有雄伟壮观的跨海大桥 本期续航粉丝机 咱们就过桥开海 领域海岛风情 寻找一下广东低运里阳光 升起的地方 这又是一场劲场 每一次我在做续航的时候 我这心里边会有一个小声音告诉我 这个电怎么还那么多呀 我们现在城区行驶了100公里了 我们现在使用了14%的电 剩余电量86% 但是这个电说说 就目前的表显来看 其实如果它可以100%达到610公里 当然了 在城区这种走走停停的工况下 或许没有高速耗电 咱们这一点要知道一些 而且今天运气比较好 广州是一个非常堵车的城市 但是今天我们只经历了几次 在这样的一个工况下面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续航里程 我觉得我是很满意的 而且它的电耗不到12% 说实话对于这样一台中型的存电 S1为了少80多度的电池对吧 这样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呢 在国道上面咱们又行驶了100多公里 车容量很密集 而且大火车非常多 红利灯也非常多 咱们现在还是上了272公里 就到达南澳县了 作为玩车教授 最持久的男人 这些东西杀杀水了 那现在行驶在高速上 给到我的感觉 就比锅道畅快太多了 但是显而去见 电耗也会随之增加 大家都知道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它的电区是高公寓的在运行 包括整个风阻 对于车辆的续航影响 也是比较大的 那海森07EV得益于 一平台300EU的技术负 它在电区系统方面的升级 那是相当不得了 那首先12合1的电区系统 再加上满潮率 更高的扁线绕组技术 那12合1呢 就是带来更高的集成度 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 而且减少限速了以后 还能够让它的动量 还进一步降低 所以说在一个好的 电区系统的加持下 它的续航里程呢 也是有一定的增加 那除此之外 就在电池方面了 那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大家都很知道了吧 很标志性了 也很出名 但是呢 这一代的刀片电池 它不仅是在能量密度上 有所增加 还能在体积上也有所增加 重量呢 也是进一步降低 所以说多方面的负能下 海诗零七一威 它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电池水平 还有它的一个 比较良好的续航里程 那我们现在行驶了挺多公里了 给到我的感觉就电池 现在是14个左右 大家觉得怎么样 可以打在公屏上 跨过南澳大桥了以后 咱们正式进入了南澳岛 但是我们的现在剩余续航 还有100公里 也就是说现在测试呢 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 很遗憾啊 今天是夜晚没能看到绝美的海景 但是大家都知道 南澳县呢 它的沿海公路是长达63公里啊 绝美的海景呢 是左边是山 右边是海 光听见海浪就让人心旷生意 但是这样万多路载的沿海公路啊 说实话对于续航测试来说呢 并不是特别友好 那我也很好奇 最后能够跑到多少公里呢 马上接下 终于跑完了兄弟们 现在是电量来到了0% 现在咱们不动了 就是为了它的一个电池的健康 也为了咱们不推车对吧 现在呢定格在564.6公里啊 这个旅程你觉得怎么样 那经过计算呢 它的综合续航旅程呢 是达到了92%的续航达成率 那这个成绩呢 是涵盖了城区快速路 以及国道 还有咱们的高速 是一个非常综合全方位的 一个考核的一个路况啊 那最后呢 现在时间已经特别晚了 而且再加上咱们晚饭没吃 现在很疲惫啊 就明天白天 光线好的时候 再给大家看一下 搭载这么多充电技术的海色 07EV它的充电速度怎么样 一较醒来 咱们针对海色07EV的充电速度啊 进行了实测 那从0%到100% 用时是44分钟 那10%到80%呢 用时是26分钟 80%到100% 用时是18分钟 那你觉得这样的充电速度怎么样呢 中间因账户限费断充5分钟 缴费后继续充电 因为比亚里海色07EV呢 得益于比亚里最新的 一平台3.0EVO的技术负呢 它还搭载了智能生压快充技术 以及末端快充技术 还有啊 外充自加热等等的技术 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呢 确实是能够在充电方面 有所突破 相比于我们之前的车型来说呢 它的充电速度呢 更能够满足我们日常出游也好 还是长途旅行也好的主能需求 那结合它的售价 你觉得这款车型怎么样呢